为全面落实义工代分政策 支持企业开展义工代分 助力六吻、六保 近日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省财政厅印发了 关于做好义工代分的通知 进一步明确企业 开展义工代分享受补贴的相关规定 哪些企业符合补贴规定 又应该如何去新领补贴呢 来关注一下 根据相关规定 义工代分补贴的对象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新级纳就业困难人员的 中小微企业 第二类是停工停业的中小微企业 第三类是受疫情影响较大行业的大型企业 符合以上规定的企业 按参保职工人数 每人每月500元标准给予补贴 补贴月份从2020年1月开始 2020年12月结束 企业在多个月份 均符合认定条件的 可按月份数享受相应职业培训补贴 最多不超过6个月 近日江湾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企业申领义工代分补贴条件 查询功能已经上线 企业只需要登陆 江湾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网上服务平台 输入单位账号密码登陆之后 点击手业右上角格 义工代分补贴资格教研按钮 根据提示就可以查询能否享受补贴 卧市企业也可以拨打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职业能力建设股电话 0750-5532-363进行资讯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